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数位相机基本的认识与使用 怎么样利用数位相机来拍摄高品质的显微照片 那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数位相机的发展历史 那我们看到这里这里是日本的相机Canon 它所这个相机各种不同形态的演化历史 那首先呢这个相机最早的话它不是数位的 我们叫做这个底片式的 大概在1930年代他们开始呢做商业化 然后一直到了大概1980年代呢 才开始有比较早期的雏形的这个单眼相机数位相机 他们称为这个EOS系列的 那在70年代这个时候呢是以胶卷为主流 譬如说我们学生时代比较常使用的入门款 我们称为这个FM2 Canon FM2 那到了这个80年代90年代之后呢 就基本上应该是属于数位相机的天下 那这时候呢它的晶片就越做越纯熟 而且呢它的价钱越来越便宜 成为消费者可以承受的这个价钱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传统的数位相机 跟我们的传统的这个底片胶卷相机 它有什么差异 基本上来讲的话 早期会认为数位相机的品质 不太能够接近像胶卷 尤其是黑白胶卷这么的分辨率这么高 但是最近呢由于这个制程的技术进步了 慢慢的呢数位相机的品质 已经追上了这个传统的胶卷式相片 那再来我们的数位相机里面 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感光元件 第一种呢我们称为CCD 第二种称为CMOS 那等一下会讲呢就是CCD比较昂贵 CMOS比较便宜 但是CMOS的效能呢传统上比较差 那但是目前呢 慢慢的CMOS的制程技术越来越进步 而且呢越来越便宜 所以呢慢慢的有取代CCD的一个趋势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数位相机 跟人眼的成像的一个基本原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灯泡 我们称为这个物件 Object 那光进到了这个 我们的水晶体折射 然后经过我们的视网膜成像 那数位相机呢 它的所谓Length 就相当于我们的晶体 可以调节它的曲度 那它的底片呢 也相当于我们的这个Retina的 这个Photoreceptor 那还有一些所谓的成像的一个细胞 或者是底片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呈现一个导力的一个影像 那再来我们如果比较人眼跟CCD的感光的 所谓的波长 那我们人眼呢 它对于可见光比较敏感 那对于呢 远红外线以上呢 是看不太到 那CCD呢 它对于远红外线以上呢 它也可以看得到 就一般如果说使用CCD拍摄天文望远镜的时候 有的时候它可以专门收集它的远红外波段 可以看到一些人眼看不见的一些影像 那再来就是人眼呢 比起这个数位相机目前来讲的话 分辨率或解析率还是高出很多 像这里呢 经过计算人的眼睛 因为它的呈相的感光细胞 彼此很靠近 也就是说它能够形成最小的分辨率是很小的 这时候相当于呢 可以得到576个Mepixel 也就是说5亿7600万像素 那现在我们的单眼相机 比较高阶的 有时候到达到达了3200万画素 但是离人眼的这个像素呢 还是差了相当多 也就是说人的眼睛还是目前看起来 就是说最锐利最饱和 那比起相机的话 相机还有一段追赶的距离 再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常常听到有所谓的135 135全片幅相机 那所谓的135全片幅相机呢 指的就是它的感光元件大小呢 等同于早期胶卷 我们称为35厘米的胶卷呢 这个大小 那大家要知道 这个35厘米的大小的胶卷 它的大小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一般的话 在这种135全片幅的相机的感光元件呢 它都是属于该品系相机中 比较最顶级的这个相机 我们称为机王或机黄型的 那再来如果是一般消费级的 它的底片 就是感光元件呢 会稍微小一点 我们呢 称为APS-C 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小比它小了呢 大概一半以上 那再来有所谓的口袋机 我们的口袋输位相机呢 它的大小我们称为这个4 third 4 third就是所谓的三分之四 大概一寸多一点点 那这样子的感光元件呢 又比APS-C来的小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的入门级的单眼相机 都是使用APS-C的这个感光元件 它的这个相机的价钱呢 可以控制在一万两万块之间 那如果是消费级的这些 所谓的单眼的口袋相机呢 大概是几千块 那如果是全片幅的单眼相机 像Canon系列的呢 有的时候要破十万块 相当的昂贵 那再来 CMOS 它这样子的感光元件呢 跟CCD有什么差异 那我们先看CCD CCD呢 我们又称为光偶合元件 它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光电效应的原理 也就是说外面的光打到了 我们的感光元件 然后它会产生光电效应 从光转换成电子 那这个电子呢 每一颗电子 它就会传递到我们的这个 感光的偶合元件 那如果是 CMOS的话呢 它每一个小区域 它有自己的一个处理单元 那经过数位整合计算之后呢 再汇出 所以基本上来讲 CCD比较敏感 因为它是光变成电子 是一对一的这个光电效应 那 CMOS呢 它经过了很多机械跟人工的运算 那它制程也比较便宜 那它的锐利度敏感度呢 也没有来的CCD来的高 但是呢 因为它有价钱的优势 所以目前大部分 尤其是单眼相机消费型的90%以上 可能都是以 CMOS 为主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过去统计的过去呢 十多年 从2009年到今年2020年呢 全世界单眼相机或CCD销售的这个比例中呢 多少是使用CCD感光元件 多少是使用 CMOS 感光元件 那我们可以看到红颜色的呢 就是所谓的CCD 在早期的话还有占大概10% 那目前呢 已经完全几乎被 CMOS 所取代 也就是说现在的CCD呢 内装CCD的单眼相机或C Camera 不到1%啊 这个是很惊人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 单眼相机或感光元件 如果不告诉你里面的感光元件 是什么等级的 大概八九不离十都是 CMOS 为什么 主要就是它便宜 让消费者可以在消费范围内 也可以购买高品质的 这个感光元件的相机呢 是负担得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呢 主要演示了 目前各种不同的相机 规格里头所含有的 感光元件的大小 首先我们先看 第一个左上角 这就是所谓的全片幅 E35 它的大小呢 有3.6公分 乘上2.4公分 这么大一张晶片 那这么大的一张晶片呢 基本上来讲 它能够容纳的视野 非常的大 而且呢 它里头的这个感光的敏感度 会很高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般消费级的 属于的入门款 单眼相机 它用的是APS-C 它的大小呢 大概是2.2公分 乘上1.5公分 那再来我们有所谓的这个 三分之四 Four third 那这个大小呢 也是相当大 大概1.7公分 乘上1.3公分 那再来呢 小于1英寸以下 一般我们认为呢 这些就是所谓的小型 较有小型的感光元件 那其中以1英寸来讲的话 很多 比较高阶的CCD 它是以1英寸的这个 为主要的一个感光元件大小 那再来还有比较小的 比较常用的呢 我们称为1.7英寸分之1 或1.8英寸分之1的大小 这样的类型呢 它本身也是比较主流的规格 那我们来看一下 CCD元件的大小呢 有什么样的差异 主要的话 以这边来讲的话 各位看到这边有一个风景罩 如果我们使用135全片幅的话呢 我们在固定的距离下 我们可以将这个三景 比较全面性的呢 包含在里面做拍摄 但是如果我们的感光元件越小 在同样的距离之下 我们能够拍摄的视野 就会相对的缩小 例如说我们比较 这个全片幅跟1英寸 它的1英寸的 只能够拍到部分的影像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能够拍到全幅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倒退 倒退倒退倒退 然后才能够呢 增加它的这个视野的范围 那同样的 我们把它应用到显微摄影的话 这里是一个从我们的 可能是目镜上面 所去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的整个全视野呢 如果我们使用全片幅 一三五的话 我们大致上呢 可以将这个部分 主要的部分呢 都全体入镜 那甚至呢 在这个四个角 还有一些暗环部分 因为这个CCD太大一张 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APS-C 它大概呢 可以很好的很完美的呢 将主要的视野中截取出来 那我们如果使用三分之四 Full Third 它就在这里 那如果我们使用更小的一英寸 它大概主要核心部分呢 能够成像 所以从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感光元件越大 越有助于我们做全域的观察 那左手边这里呢 是主要的这个Canon 我举例来讲 像Canon有一个消费型的 单眼相机叫Canon 600D 过去的销入很好 它的晶片就是APS-C大小 主要是2.2乘上1.5公分左右的大小 那从左上角 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这个不同的相机 它都有一个特色 它的命名呢 基本上来讲 像Nikon或Canon 它们呢 只要是机皇型的 它的数字都比较小 像EOS-D1 或者是这个 抱歉 D1 或者是EOS-1 那如果是它中阶级的呢 它可能是两位数的 比如说60 那如果是比较消费级的呢 可能是600D 700D 800D 所以从这些数字嘛 我们也可以回推这个相机 里头所携带的感光元件的大小跟品质 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的相机或者是CCD 要来接上我们的显微镜 来进来拍摄 那必须要加接一个所谓的转接环 或叫做适配器 英文叫做Adapter 那这里产生一个比较尴尬的现象 就是不同家厂牌呢 四大品牌 包括了我们的这个Olympus Zes Nikon Leica 它都有不同的规格 以至于说 很多厂商呢 他们会做所谓的副牌 去让我们能够接到不同的相机 因为每一个厂商他们的相机的套筒 规格都不一样 那例如说我们来看这里 你看蔡司的长相 跟Nikon的长相就不一样 那跟Leica的也不一样 那这边左手边呢 这个是我们的Olympus 那要怎么样去选择适当的适配器 跟我们的相机感光元件 有很大的关系 我举例来讲 我们一般最常使用的适配器 Adapter是0.5倍的 这叫做减背镜 它这个适配器里头有一个减背镜 可以将我们的视野呢 缩小0.5倍 目的是让我们用1.8寸 1.8分之1寸 或者是2 2分之1寸 它的视野可以扩大 不然原本这个感光元件太小 它能够拍摄的这个视野比较小 所以利用了0.5倍的这个减背镜 可以让视野扩大 那如果用0.35倍呢 它会适合比较小的感光元件 更小的感光元件 那如果我们的感光元件高达1寸呢 这个1寸大的呢 我们是使用1倍 这时候呢不需要减背 那这个1英寸以下的使用的 我们都称为这个标准的C Mount 那如果大于1英寸以上的CCD感光元件 这时候会比较尴尬 因为这时候呢 我们去使用1.2倍的这个放大 然后呢使用的叫做T2的Mount 那再来如果就比3分之4英寸 4 third还要大的APS-C 这时候就没有简易式的这个适配套筒 也就是说光这个适配套筒是不够的 你还必须要接上一个延伸环 那这个延伸套筒的长度呢 可能也差不多10公分到15公分 那这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 比较不容易组装 需要专业人士帮忙组装的一个现象 才能够达到正常对焦的 还有它的这个视野大小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举例来讲 你看这里呢有一台显微镜 这台显微镜呢 因为加装了一个比较大片幅的Sony的相机 这时候原本的它的转接环 跟它的T套筒是不太够的 这时候还要再加上一个延伸臂 那这样子呢让整个光路呢 能够慢慢的慢慢的呢放大 最后呢能够到一个比较大的视野下 被这个比较大的 我们的感光元件所接收 那另外呢也有厂商帮忙做了一些 内部含有一些多重镜片组合的 一些转接适配器 这时候有一个优点 它可以呢接上全片幅 或者是比较大的这个APS-C片幅呢 但是不需要延伸太长的这个平行光路 因为它里头这个临近呢 可以帮助它缩小这个行径的距离 那这样子呢 它基本上的做法就是 先用这个标准的C接口 然后接上一个套环转接孔 然后接上一个叫做ny-15的转接 一个临近组 那最后呢再加上一个T Mount一个开口的转接环 就可以将我们这个数位相机呢 套上这个适配器 然后呢来拍摄我们的全片幅 或者是APS-C片幅的这个相机底片 那这样子本身这个套筒价钱也不便宜 但是它是必要的 不然无法呢 在这个比较短的行径距离内 然后接上这个数位相机 因为如果我们的行径范围越长的话 它比较不稳定 如果桌面有些扰动 或者是快门的这个shutter关闭的时候 它都会造成抖动 其实会造成 在高倍的时候 尤其在100倍的邮进的时候呢 会造成成像的抖动 这个是一个比较不良的因子 那再来我们使用这个单眼的数位相机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Canon系列的 那我们刚刚讲过Canon的这个入门款 它是三个数码 比如说700D、600D、800D 那中阶的价位呢 大概在3、5万 它叫做6D或8D、80D 那机皇级的呢 什么它有一个特色 可能就是像是1D或5D Mark IV 那这类型的机皇级 或者是这一类型的中阶级 或这些入门级呢 有一个好处 在Canon这个相机系列中 它都免费配有所谓的电脑操作软体 我们叫做EOS的Utility 它本身就是一个离线操作的 一个方便你操作的一个控制面板 当你这个接上电脑 然后接上延长线 接到电脑里头之后呢 它会将快门的控制器 呈现一个这个小的控制panel 那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调教它的曝光模式 看是要机械模式 还是所谓的光圈先绝 或快门先绝 或长时间曝光 那再来呢 它可以微调它的曝光加1-1 那它也可以呢 进行这个快门的设定 譬如说你设定当我们的键盘按Spacer 它就拍照 其实操作起来相对是蛮方便的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CCD感光元件 目前的感光元件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在同一个像素上 它是利用这个红绿蓝三个原色 来做这个补差点 因为一个像素它通常占有一个颜色 那如果我们这个像素上面呈现的不是蓝色的时候 是绿色 它就不能够成像 但这时候呢 可以利用所谓的补差点的方式呢 进行运算 于是乎呢 只有单程的这个色彩的CCD 在某一个像素上 它可以利用运算的方法呢 去平衡附近的颜色 但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还是有点颜色有点失真 因为毕竟经过运算 那在比较高阶的CCD 就是在比较高阶的这个CMOS 比如说像这边有一个这个 Farium X3这样子的一个晶片 它本身呢 有三层的感光元件 也就是说在一个像素上 它具有红绿蓝三个颜色 那如果红色来的话 红色成像 绿色来的话绿色成像 蓝色来的话蓝色成像 所以这样子的话 色彩的饱和度是真实的 因为这样子的结构呢 类似我们的人 人类的这个眼睛的 photoreceptor的结构 这个多层次 然后呢 单一个位置能够呢 多重感受不同的颜色 增加它的饱和度跟锐利度 但是一般的我们的数位相机 在便宜的系列中 还是使用这种补差点的方式 再来我们讨论到所谓的成像的这个大小 我们叫做Pixel 那一般来讲的话 在早期大概十多年前的主流呢 我们称为这个Full HD 1920乘上1080 1920乘上1080 这样子的整个像素乘起来呢 相当于270万像素 那后来呢 慢慢的 由于这个制程进步了 我们的CCD感光元件进步了 开始呢 大小可以推展到4K 4K的大小大概是3840乘上2160 这叫做Ultra HD 那再往上增加呢 就可以到达4096乘上2160 这是真实的4K 那如果我们叫做Ultra HD 是接近于4K 这时候的像素呢 可以高达800万像素 那再来有些比较更高阶的机种 或者叫实验性的机种 它可以到达8K 8K什么概念呢 就是它可以到达 这个更高的一个像素 比如说到达了 1000万像素以上 那一般的4K 比起我们的Full HD 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也就是说在一个单位面积下 它会有更高的Pixel的这个Number 那它的解析度就会越高 那举例来讲 右手边这里 这个是可能是美国的羚羊峡谷 Antelope Canyon 那这里呢 可以看到它经过流水侵蚀的这些纹理 在Full HD 它没有那么细致 那明暗对比没有那么强 但是透过4K的这个Ultra HD的萤幕 可以看到它非常的细致 所以通常我们 如果有比较好的数位相机 尤其是4K的相机 我们可以将生物体的一些明暗 拍摄清楚 那更重要就是它一些细部的纹理呢 可以看得相当的清楚 再来我们讲一下比较特殊的摄影 我们称为高速摄影 叫做High Speed Videography 那什么是高速摄影 就是我们一般物体的运动 正常我们人眼能够分辨的话 每秒30张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联动的物体 那如果我们能够拍摄到每秒200张 我们就可以看到比较静止的状态 那例如说像每秒200张 我们可以看到针戳破气球水滴爆裂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我们到了每秒1000张 这时候可以看到水滴呢 冻结在空中慢慢的释放的过程 所以高速摄影本身需要一个很好的摄影机 它的快门速度非常的快 每秒可以拍摄1000张 还有控制单元 那另外每秒拍摄1000张 那每一张所录光的量就会不够 所以这时候呢 这种所谓的高速摄影机 它的感光元件要特别的敏感 那如果光量还不够的话 这时候需要打外部的强光 例如说我们把显微镜的光开到最亮 或者甚至在外部提供高瓦数的灯源 或者是直接将显微镜底下的灯做改造 从原本的3瓦改造成10瓦20瓦 这是需要做一些特殊的一些调整 那我们利用高速摄影机可以干什么呢 这个是我在2019年所发表的文章 我们利用了高速摄影机 配上了这个一些影像分析软体 我们可以拍摄血球的流动 可以看到血球在血管中 动脉跟静脉中的流动 那如果没有高速摄影机 这样的流动的速度太快 以至于不能够顺利的观察 那又例如说这个是我们的微血管 里头呢有单一的微血管 有血球流过 那这个速度呢也是放慢的 大概接近7倍到10倍 我们能够看到有些微血管中的血球是下行的 那有些血管中的血球是上行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可以研究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变化 那再来我们利用高速摄影机也可以拍摄心脏的跳动 我们可以看到心脏的血液呢 从我们的心房挤压到心室 那最主要的这个力量呢 来自于心室 因为心室的臂比较厚 它可以将血液挤压到全身 那利用这个高速摄影机呢 我们跟平东大学化学系 应用化学系陈黄州教授 也发表了利用这个心跳 来评价这个环境酮的毒理 那并利用这个GHK Tripeptide来解毒 所以高速摄影机的应用 在生物的应用呢相当的广泛 再来我们讨论到一下 我们如果呢不使用所谓的单眼相机 因为单眼相机呢 刚刚讲过它有几个操作上的不方便 第一个它的片幅比较大 需要加接呢 比较复杂的转接系统 第二个单眼相机也比较昂贵 那第三个呢单眼相机 它通常更换的速度没有这么快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试用这种所谓的CCD 感光的元件 它的进化速度比较快 可能隔半年隔一年 又有很高阶的机种出现 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来尝试一些新功能 那另外CCD它有时候 它附有内部附有两侧软体 比较方便我们科学家来使用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通常我们的相机或CCD 我们会接在它的这个标准的 这个第三眼的吸接口 那这样子呢 成像的光路是直路的 就比较能够呢 拍摄比较相差比较小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上面有一些插孔 我们来看一下 一这个插孔呢 一般来讲 它是接我们的滑鼠 也就是说它这个 CCD是不需要接电脑的 它直接在滑鼠中呢 可以操控它里面的这个晶片的 RAM里头附有烧录一些软体在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在萤幕上面操作控制它 第二个USB 3.0 这个孔呢 主要是插入我们的随身碟大母哥 然后这时候呢 可以直接将我们的影像 拍到的影像 或者是video 直接存取在这个快速的USB 3.0通道 第三个 它这个GE呢 是一个仪态网路线 也就是说 它可以利用仪态网路线呢 把它当作是一个网路摄影机 做远端的操控 不过一般来讲 这个是比较少用到 那第四个呢 主要是它的相机 开根关的灯源控制 第五HDMI 这个是一个HDMI的 一个高画质的输出 我们可以利用它输出到萤幕 通常4K的这个CCD呢 我们会配置一个4K的40寸的萤幕 然后呢 方便学生教学或者是观察 那也可以呈现完整的4K的影像 第六个 它也可以插我们一般的 这个SD卡 将我们这个用卡式读取 那不过我个人建议呢 用USB3.0读取比较适当 因为通常呢 比较稳定容量比较大 而且比较不怕折损 因为有时候SD卡 学生不小心会把它折 折坏 或者是掉到地上 坏掉了 那第七呢 它是一个这个直流电 也就是说交流转直流12V 通常是12V的一个接口 插进来供应它电源 那我们打开这个CCD 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将滑鼠往左移 它会有一个浮动视窗跳出来 这个叫做控制面盘 控制什么呢 这时候可以控制拍照 控制摄影 那另外通常我们会把Auto给打开 Auto就是所谓的Auto Exposure 打开之后呢 这时候它会针对画面中进行所谓的平均的运算 找到最佳的曝光值 那再来我们呢 有的时候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觉得不满意 我们会做所谓的ROI的Menu的曝光调整 我们称为白平衡 这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个视野呢 移开 然后到一个白色的一个没有物件的地方 然后全选之后打开 它就可以针对白色的部分去做白平衡 这时候再移回来样本 就可以得到比较真实的影像 那这样的话色偏比较小 那再来它底下还有一些调整 比如说锐利度啊 它的这个降噪啊 伽玛值 那这些我建议就是先不要调它 那再来它底下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设计 叫做D系A系5060Hz 这是什么呢 就是有的时候你的灯泡的来源 它会散动 比如说你的灯源来源是直流电 那就比较问题比较小 如果是交流电的话呢 它的灯其实会有散动的这个频率 那我们可以利用它的频率 是50Hz或60Hz呢进行补偿 这时候在录影的时候呢 可以避免拍到一些散动的条纹 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功能补偿 那再来我们看底下 底下这个panel呢 我们就称为这个拍照的一些功能键 首先加减是虚拟的 就是说它本身呢 透过虚拟的放大缩小 可以将局部做放大 不过这个毕竟不是透过 这个透镜的放大 它是一个虚拟的放大 所以放大太多影像会虚掉 再来这个是左右颠倒 这个是上下相反 这两个键的用途呢 也蛮好用的 比如说这个视野呢 你想要把它upside down 我们就使用呢 这样子的功能做调校 再来这里有一个功能 它这个地方有一些叫做 快速的一些功能的黑白转换键 然后或者是提供紧字号 就是提供这个对焦的标准线 那PIP叫picture in picture 就是你可以局部呢 放大呈现一个右上角的视窗 那另外新一代 最新一代的这个 这一款的相机呢 它还提供了所谓的WDR 就是动态影像增强的功能呢 可以让我们的影像得到更完美 更饱和的影像 那再来这个工具就是它的设定 那还有呢 可以打开档案来观赏 那上面这样子的这个panel呢 主要是量测的功能 也就是说拍完照之后 我们可以进行后端的量测 例如说我们想要知道 物体的大小 物体的距离 物体的夹角 我们就是利用 这个上面的功能来进行 所以在操作上很简单 一般来讲我们先操作左边 然后呢 调校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来下面这边呢 进行调整 那如果OK 我们就拍照或录影 那最后呢 得到的照片 我们再把它往上移 照出这个量测的功能 来做量测 那一切的动作呢 都不需要连电脑 直接在这个荧幕上操作就可以了 但是它这样子的电脑 也提供电脑版的软体 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安装软体 然后从电脑上面呢 连动我们的摄像头CCD 进行拍摄 那这样子的功能呢 有什么好处就是 它在操作上呢 比较容易用这些功能来控制我们的CCD 那另外它也比较像是我们在使用一般的电脑软体这样子 然后一层一层的来拍摄 那另外它有一个优点 它这个软体如果是使用电脑版的话 它提供了后期的一些特殊的特效功能 例如说等一下会提到 有什么的立体叠图跟大图拼接的功能 它都是需要使用电脑版来进行 如果使用单机版 没有连线电脑的话 它是不能够叫出这些功能的 那我这边举个例子 我们看到我们传统的4K 抱歉 我们的4K相机呢 在它的Pixel 4020 2432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影像其实品质就相当不错 那但是呢 它的细部好像还没有很清楚 那我使用最新型的这个数位相机 它已经到达了8K 7679乘上4320 这看到它更多的纹理 那明暗呢 更明显 所以现在的感光元件进步非常的快 我自己感觉到每隔半年 它会有一些突破 那价钱呢 也不贵 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呢 购买最新型的数位相机 来使用 来增加自己的这个拍照的 这些专业度 那再来 有一些相机 它本身是要来拍所谓的暗视野 或者是荧光 这个时候呢 因为如果我们的像素很高 代表每一个Pixel 比较细 那每一个Pixel比较细的话 它能够感受的感光部分就比较少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的Pixel 也就是说我们的Pixel越高 其实它的这个对于 所谓的荧光的敏感度 其实是越低的 那在我们的显微镜要怎么克服这个难题呢 所以显微镜会利用一个技巧 叫做Binning Binning就是说 当你要拍摄比较微暗的这些物体的时候 它会将两个上素 左右两个上下两个呢 组成一个二乘二的方块 利用它虚拟成一个上素点 然后利用这个比较大的上素点呢 它可以接收比较多的光量进行曝光 那如果这样光还是不太够 我们可以做4乘4的Binning 那这时候呢 你看原本它有144个格子 那现在呢 变成只有9个格子 那每个格子又好大 这样子的对于光的敏感度就会够 但是解析度会稍微损失一点 但是其实我们是 在荧光显微镜的视野下 要求的是它对于暗部的荧光的拍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Resolution跟我们的Sensitivity 两个是Compromise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追求高解析 又高敏感 这两个是互相矛盾的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运算的方式 让两个打成平衡 它的方法是用Binning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呢 在Z轴方面做很多立体的跌图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相机 它的拍照的时候 它的视野里头的景深都是有限的 这时候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个 无景深的一个完美的照片 我们必须要在Z轴从上到下呢 可能按照物体的大小 跌图几十张到几百张 那之后呢 我们早期的做法是将这些图全部汇出 然后利用免费软体 叫做ImageJ里头的一个功能 叫做StackFocuser 然后呢我们进行调教 它就会将这些每个像素里头 比较完美 比较复杂的像素呢 截取出来运算 然后做拼接做组合 然后另外呢 如果嫌麻烦 也有人使用付费软体 例如说比较有名的叫HeliconFocus 它这是一个商业软体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Z轴的图案 汇入之后按一个键 OK 它会自动的拼接成一个完美 无景深的一个图像 再来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需求是 所谓的Panoramic 就是所谓的派拉蒙 就是拼接 全景拼接 例如说这里有六张图片 从左到右 然后我们进行拍摄 之后呢利用软体把它拼接成一个大图 那这原本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软体的话 我们必须要使用像是Adobe Photoshop 进行拼接 那在我们这个最新版的这个CCD里头呢 它其实两个功能都具有 如果要做Z轴堆叠呢 它的功能有两种 一种是你拍了很多单张的Z轴照片 汇入做拼接 那第二个功能更强大 它是直接呢 拍摄录影像 也就是说你将Z轴在移动的过程中进行拍摄 得到的一个AVI的一个高画质 没有经过压缩的影像呢 直接汇入它的Z轴堆叠的功能 它就会将这个AVI的影像档 单张的汇出 自动的汇出 自动的做Z轴的整合 那最后呢就得到一个无景深的一个成果 第二个方法是你自己手动的拍照 在不同的Z轴拍照之后呢 启动它的Z stack 它也可以拼接成一个无景深的一个影像 两种方法都适用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派拉蒙拼接 在这个软体它也附有这个功能 它的做法是你先拍摄多张不同的照片 比如说一二三四 那每一张照片呢都有部分的这个影像 有做重叠 那之后我们把这四张照片汇入按取 OK 它就会立刻呢进行辨识 拼接成功成为一个比较完美的大图拼接 所以这个使用这个商业软体 它附赠的商业软体呢 太过于强大 以至于现在我都是使用这个软体 已经很少使用什么Photoshop Helicon Focus之类的 那再来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相机它的Control Panel 我们现在再把它放大来看仔细 操作其实很简单 它Snap就是单张拍照 Record就是录影 那我们通常我们在勾选Auto之外呢 我们会选择它的Auto Exposure 那如果不满意我们就选择Menu 那如果还不满意 我觉得比较常用的方法 我是使用人工的ROI 自己决定哪个地方是白色的背景 这样子通常可以得到比较 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 那再来我们刚刚提到 它这些功能呢 里头比较新版的在这个PIP的旁边 有一个WDR的功能 那这是旧版的还没有这个功能 那WDR呢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谓的宽动态的这个影像分析法 例如说这里有一个亮部 外面的太阳很大太亮了 那里面的人反光太暗了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开启这个WDR的功能呢 我们是拍不清楚亮的太亮暗的太暗 但是如果我们开启WDR之后 它会进行亮部跟暗部的运算 然后进行平均之后呢 它把这个地方调亮 那把外面的抑制调暗 所以它的这个影像呢 动态范围比较大 那要例如说这里有灯管 我们拍摄的时候呢 亮部太亮 暗部呢 对比太大 以及太暗 但是我们开启WDR之后呢 它进行平衡 这时候就会看到荧光灯管的细部 所以WDR在真实的拍照上 我个人认为是蛮好用的 可以帮助影像的这个成像品质再做提升 那我举例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呢 有四个影像 我们来做比较 第一个左上角 这个是黑白的 我们把相机的黑白模式打开 然后呢 把它的WDR打开 可以看到色彩的饱和度很高 就是 抱歉 没有色彩黑白的 就是它的所谓的 这个层次感比较高 那如果把WDR关掉 你可以看到白色的 它的版本很白 那这个地方呢 整个来讲的话 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那如果我们把颜色打开 把这个黑白关掉 可以看到它的颜色饱和度比较高 那如果把WDR关掉 它的颜色层次感比较差 所以WDR它是一个呢 可以再增加我们的相片的品质的一个方法 但是它是设定在数位相机上 跟我们的这个相机 跟我们的显微镜或镜头没有相关性 它是后期透过相机来做 来做加 来做它的性能的增加 那今天就简单的介绍我们到这里 首先还是感谢 立军生物科技公司 还有赵庆科技公司 引量科技公司 深等科技公司 还有科技部产学合作计划的补助 那另外我们有组织脸书社团 ABS Aquatic Biotechnology Society 那想要了解更多显微镜相关知识 欢迎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 进行分享与讨论 谢谢各位 欢迎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